而全台鬧蛋荒傳出蛋價又要再講兩到三元 雞蛋產銷雙方十八號晚間開會 似乎受到官方壓力 下週決定要動漲 讓單商還有蛋農對此感到不滿 單商工會表示 如果未來又動漲 不排除雞蛋要無限期的修飾 更拒絕報價 農委會則是回應 並沒有派員介入會議的討論 任何協議結果都表達真正 鮮嫩肉片想用熱騰騰定食 入境想吃蛋肉 道理恐怕還是吃不到 連鎖餐廳裡升鮮 單點的溫泉蛋水煮蛋停售 餐點附的蛋改成三塊炸雞 大戶先前也宣布暫時停賣茶碗蒸 附餐改為小菜 就連做生意小店家一碗蛋花湯 就是一顆蛋 每天用上五六十顆 未來可能也會停賣 現在也賣比較少 有在考慮 如果真的買不到的話 有蛋的品項我可能會取消 實際走訪傳統市場看不見雞蛋攤位 超市前原本該是賣雞蛋貨炸 也放上了衛生紙 甚至好不容易買到 價格也是貴桑桑 有民眾拍下這價格 白蛋美金飆到一百元 紅蛋也要一百一十元 有個一百塊 一個十一塊多 他喊多少就是多少 問題是你買得到就很幸運了 現在就要特定時間 去找特定的廠商排隊去買了 蛋價居高不下 傳出還要再漲二到三元 恐怕就是受到官方壓力 雞蛋產銷雙方開會 最異下週蛋價暫時不調整 維持產地價批發價 分別是美台金四十五點五元 和五十五元 彈商跟彈籠按照機制 所討論協議的 那這個結果 不管是怎樣的結果 農會都是尊重的 農會並沒有派員 跟介入這個會議的這個討論 農會主委陳吉仲才含出 三月底進口五百萬顆雞蛋 是否真能補上缺口 各界關注 記得秋冷氣黃一婷 採訪報導 玉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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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玉蓮